大家看到我的新寵物了嗎? 大家好我是Anson 我是莫莫 歡迎來到陌生夫妻的頻道 我們現在目前人就在日本的池袋 大家已經看到了開頭 我們的這個 珠蘿紀公園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就在早上看電視的時候 發現 就在池袋站 日本池袋站 竟然有珠蘿紀公園的主題餐廳 而且聽說他的 而且聽說他的餐點也都非常厲害 聽說怎麼聽說他的餐廳 你說看電視啊 他說超厲害啊 為什麼要聽說 就聽電視說 不是聽說 你就看電視上介紹的好像很厲害 好啦反正感覺是超好吃的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囉 Let's go 撈撈到了 我們預計 他預計大概要排一個半小時 那在等待著這個時間呢 他就會先拿Menu給我們看 然後你看他的Menu的封面是小蘭耶 超酷的耶 然後他Menu裡面的每一個菜單呢 都是完全就是珠蘿紀公園的主題 有鹹食也有甜點 然後也有飲料 然後呢他也有就是 因為他可能有很多家店 只是大家都是跟這些店都是跟 租蘿紀公園合作 所以呢他會有各地區的限定 那這一家店的限定呢 就是小蘭跟暴龍的頭的蛋糕 但是他的數量是有限的喔 所以如果你是來磁帶店的話 要注意時間 當然因為他是Takeout Menu 所以是外帶喔 我們就不點了 那我最期待最期待的 其實是那個 就是可以挖掘化石 就是那恐龍化石的甜點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酷 那接下來 已經快到我們了 我們就準備進去看看吧 跟著我們一起出發 Let's go 好的 那我們要吃的第一道呢 就是我們的火山爆發咖哩 然後他這個旁邊紅紅的 應該是七味粉吧 我在想 就有一點點辣辣 蠻好吃的 跟日式咖哩差不多 那那個飯為什麼是黑的 他有特別的味道嗎 沒有味道 可能就是要模擬火山 然後這我發現 我在沙拉裡面發現這東西 火山 火山鹽之類的吧 那我們就吃吃看喔 吃起來就是餅乾 口感上很脆對不對 我知道了 他可能就是想要模擬 就是有時候我們吃沙拉的時候 裡面會有那個麵包 硬硬的麵包的口感 好的 那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 就是我超期待的 因為他 就有點像那種考古學家 有沒有 在把上面那個 泥土剝掉 他這裡有一個這個 這是餅乾嗎 喔 我不敢吃 然後呢 我一直很 懷疑 就是這個 可可粉把它剝開 裡面到底是什麼恐龍 感覺應該像是 劍龍之類的喔 好我們就來 先來吃吃看喔 看得到嗎 吃看 我喜歡 他的那個外皮的 這個硬硬的 這一層泥土 他其實是 有一點威化瓶的感覺 然後裡面呢 有奶油 還有蛋糕 很好吃耶 最重要的是呢 他旁邊有冰芹 但是拍太久 有點融化 趕快吃 他冰芹是藍莓口味 好吃 這個我覺得既好玩又好吃 再過來就是 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那個 族合器公園的電影 裡面呢 有一隻這個 就是 在海底的 很大致的 然後 他就是模擬 他在海面衝出來的那種感覺 你看看 這是蘇打起司 但是我覺得蠻好喝的 他藍色的很酷 那吸管喝上去也是藍色 然後那個呢 再過來呢 就是默默點了 他這個是模擬什麼 就是模擬那個 裡面有恐龍眼淚的琥珀 對 就拐杖上面那顆琥珀 然後下面呢 它其實是抹茶跟那個什麼 巧克力 那我們來喝喝看 我覺得它 它是 它是 還蠻好喝的 可是有點 甜 可能是我沒有攪拌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還蠻能接受的 因為我原本其實還蠻擔心 這種會很奶油 很 很油脂很多 會很利 但我發現不會 我發現那種甜點啊 這就是一個模擬草品的蛋液吧 然後我要把它的草拔起來了 哈哈哈哈 我要吃土了 你要吃土 嗯? 上面這個 綠色的東西 沒有吃到 沒有吃到 它這個綠色的東西 開心果吧 開心果 OK 那我們先認真吃 等一下跟大家說一下結論 因為後面很多人 很多人在排隊 我們趕快先課 不然好多人在看著我們 快吃 OK 我們已經吃完了 那我個人覺得呢 是好吃的 覺得 都還不錯 沒有雷 只有太甜的部分 對 就是吃多了 還是會覺得有點太甜 依照慣例啊 這種特別主題式餐廳 通常餐點 都會有點帶雷啊 嗯 但這一家我覺得 它的各個餐點都 沒有雷到欸 有可能是我們第一次吃 日本的主題飯 一個 喔對 這是我們第一次吃日本 如果下次有機會 再去吃別的主題餐點 對對對 可以試試看 好的那今天也很有幸呢 可以跟 這個小蘭 合照一下 我一直都還蠻喜歡小蘭 嗯 這個這次的 呃 主題餐廳好像是有時間的 嗯 到8月6號 所以如果有看到的話 記得 就在吃帶讚 我們會把相關資訊 放在下面的說明文 如果你們要去的話 可以就是看一下說明文 然後 Google map裡面也會放 嗯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喜歡 這樣子比較特別 店家的內容 那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記得把這支影片 分享給 呃 喜歡坐記公園 或者是 想要來日本旅遊的朋友 那並且呢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有吃過什麼樣的主題餐廳 莫這麼輕 每天晚上7點 不一定準時發布影片 讓我們盡力而為 好不好 那我們就 明天見 掰掰